而热情性感的森巴舞蹈在台湾很流行 2月也刚好是拉丁美洲最顺大的嘉年华时节 现在不用大老远坐飞机到中南美洲 在台北就举办了拉丁嘉年华活动 现场有拉丁舞蹈表演演奏表演 还有来自中南美的道地小吃 像是阿根廷炭烤鸡还有秘鲁烤鸡等等 现场民众听着音乐吃着小吃 仿佛置身在拉丁国度 也感受到中南美洲浓浓的热情 身穿鲜艳色彩大羽毛热情如火的拉丁女郎 心感的舞动身躯 森巴雷鬼大游行为第一届台北拉丁嘉年华揭开序幕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就是在台北可以看到这么多异国文化 现在的能力非常棒 有美好的音乐 人们非常友善 食物很好 我真的很高兴 台北和台湾都提供这种活动 随着舞台上的音乐 台下观众也跟着节拍热情摆动 再搭配上中南美洲的传统小吃 阿根廷烤肉或是秘鲁烤鸡 淋上酸酸甜甜的酱汁 将拉丁美洲特有的美味凸显出来 蛮好吃的 对啊 为什么好吃 就是平常吃不到啊 来台湾15年的和乐和 是拉丁音乐广播节目主持人 希望台湾能借由饮食音乐舞蹈 更认识拉丁文化 我真的要比较多台湾人 觉得那个拉丁的味道 拉丁的口味 音乐 做饭的饮料 有好多特别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活动 是给大家认识比较多 拉丁嘉念华在台北 持续一整天的音乐和舞蹈表演 活动尾声还会有来自迈阿密的 拉丁歌手带来骚洒舞蹈 以及歌曲演奏 要将南美洲浓浓的热情 感染整个台北 这五万云桥大龙 台北报道